黄一世 200多万元的工程款 此刻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这背后是100多名 农民工兄弟的心血和期盼 作为这个工程项目的负责人 王文斌显得有些激动 他说 自己带着兄弟们要了三年 都没有拿到钱 多亏了法院 我心情非常激动 我也非常高兴 接到电话之后 我都及时跟他们说了 就说一次你放心吧 今年肯定让大家 在中院的领导 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举办的执行款发放仪式上 同样拿到执行款的 还有因工受伤的张女士 她的委托人说 法院仅用了六天 就把十几万的赔偿款 执行到位 所有的话都感谢 都汇聚成一句话吧 就是非常感谢 感谢这个执行局的 各位同志 各位领导 仅仅六天时间 就能让我们拿到 在这个年前 拿到了我们这个赔偿款 非常的满意 在涉农民工工资案件中 郑州全市法院 审判和执行两手抓 在审判环节 引导当事人 进行网上诉讼活动 快审快捷快职 联合多部门 形成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合力 对涉及农民工工资大案件 实行怀礼快申快捷快智 有限离岸 有限胜利 有限执行的 磁快三游 两面工作机制 以发面处困难 农民工的 俗送匪 执行匪 逐步行政 菜质已体化的卸调引行漠实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 执行难的原因之一 就是部分被执行人 有能力 却拒不履行 同时又逃避执行 对此 郑州法院充分利用 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提升财产查控的速度 加大对规避 抗拒执行行为的 惩戒力度 全市法院自1月份以来 积极开展 保民生 促稳定 集中执行专业行动 执行案警 利用被执行人 春节前返家的透露时间 开展 夜见搜查 凌晨突击行动 全力查找被执行人 切实维护人民群政的合法权益 过程开展以来 全市法院供执节案件 1867件 举串385人 举六55人 法官22人 依送拒职8人 执行导委警额 二丁 二四一院 其中 为563名农民公逢帝 法访执行官 3741点 留二万元 法治现场 记者报道 2023年1月13日 上午 河南卫视携手 优德体育 打造的优德终极格斗 YFU赛事签约和启动仪式 在郑州隆重举行 1月13日上午 在河南卫视和优德 终极格斗 YFU赛事签约启动仪式上 河南卫视全媒体 一体化运营团队总监 王春阳 河南卫视副总监 姚伟 武林峰海南传媒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于雷等出席发布会 优德集团创始人 牛流栓 优德体育文化传媒 公司总裁 杨仁上 郑州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杨慧欣等企业家出席发布会 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国籍高手 以及健康行业精英代表和观众 等800余人 立吟现场见证盛会 YFU的这个品牌 Y是优德第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F是这个中级格斗英文的第一个缩写 格斗是这个F的缩写 U的缩写 所以说我们是整个参照 这个国际商标的定位 也是是在打造这个国际赛事 我们在一步一步的进入了专业化 在这种情况下呢 整个赛事我们从传媒圈里播的赛事 电视圈里播的赛事 到现在我们到大众的赛事 到专业的赛事 也是河南卫视在体育赛事方面的一个发展 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 河南卫视与优德体育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将携手打造武林龙中队优德中级格斗YFU赛事 合力助推中级格斗赛事YFU 打造中国职业综合格斗最高品牌 有优德和武林龙龙队的联合 我相信有优德的助力 一定会将中国波及腾飞 整个定位可以说更加灵活 从品牌定位上 从这个赛事的这个规模上 体现的是这个高端品牌的这种战略定位 那么在2023年河南卫视将把我们和优德的这样一个合作 推广到整个武林峰项目的一个改造上 也是在整个体育赛事方面 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做大众的体育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要做专业化的赛事 这样在全民健身也好 在国家的体育赛事也好 贡献河南卫视更大的力量 以武为原 产业融合 此次河南卫视与成功开拓 中国健康行业大市场的优德体育强强联合 为无限制格斗发展带来新的变革和机遇 为推动现代国际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您可以播打新闻热信037165749110 或者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通过大象热信提供更多新闻线索 大型系列专题节目 凡人一举中原正气 由河南省建议永为基金会 与法治频道共同推出 在交作孟州市有一名老人 在30年前为了保护人民财产安全 一人徒手擒祸持枪歹徒 张勇交作孟州人 1989年11月13日下午 张勇正在自己家的摩托车维修店工作 突然听到了一阵呼喊声 张勇一打听得知 在附近的居民楼上 闯进了一个小偷 居民发现时 小偷仓皇逃窜 张勇听到呼喊时 小偷已经跑得不见了踪影 张勇立即放下手中的声音 带着两名来电修车的顾客 一起冲出了门外 一边追赶一边向路人询问 小偷逃跑的方向 在长途客车上 张勇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员 那么小偷去了哪里呢 在孟州市长途汽车站 张勇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那么这名男子 是不是张勇要寻找的小偷呢 眼前的这名男子 究竟是不是小偷 张勇心里也没有底 就在此时 受害人也赶了过来 确定男子有很大嫌疑后 张勇便上前询问 张勇注意到 男子在和自己对话时 眼神躲躲闪闪 嘴里不断地喘着粗气 没说两句话 男子扭头就要离开 张勇一把抓到男子的衣领 对方极力反抗 试图挣脱张勇的控制 但是没有成功 男子一气之下 将手伸进了裤子口袋里 男子拿出手枪后 立即瞄准了张勇 张勇来不及思考 立即冲了上去 张勇将男子摔倒后 其他两名群众 也迅速扑了上去 经过一番搏斗后 三人共同将男子成功制服 最终张勇和另外两名群众 将男子扭送到了 孟州市公安局 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 岁月静好时 默默奉献爱和温暖 危机出现时 化身英雄挺身而出 善良和勇敢并不是来自选择 而是本能 英雄是普通人有一颗伟大的心 英雄藏不住的是危机时刻的真情 建议勇为 这是普通人的中国精神 事后张勇的爱人得知后 担惊受怕了很长时间 我担人家拿枪 你不是给你打死 你打死给家 也不是要过不成案 那有人拿 他说我管他拿的 他那人都说 我啥都不怕 他都不怕 我给你说 我都拿你来找 张勇建议勇为 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事迹 被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1989年12月 焦作市人民政府授予张勇 勤贼勇士光荣称号 1990年8月 张勇被中宣部公安部授予 建议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 建议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领德 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张勇老同志身上体现了社会责任感 无私奉献的品格 气节 是我们梦中人民的骄傲 张勇获得荣誉后 并没有停下建议勇为的脚步 在外面遇到不公平的事 张勇要管 在家里遇到邻居需要帮忙 张勇也乐意伸出援手 希望走好时 非常自防 好大保护力 这是大活的 这是我这人呀 张勇见义勇为 勇于与犯罪分子作斗争 乐于助人 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如今张勇已经年近八旬 家人也曾多次劝说他 多休息一下 家人生气 特别是我妈 每天都提起来交代 但是也不管用 生气是可以生气 不管用 但是我夫妻他一直都飞着 他做不动 他那性格就是这 家人虽然在表面曾多次进行劝说 但是内心却十分支持张勇 假如有一次想说 我夫妻这样做 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时 有个人在岸上 有个人出来帮助的时候 心里面也能想说 翻过来想想 想说我夫妻这 当时也是九日年 自己想这样 还是想说身份上 只能得多点好 所以现在我比较赞同我父亲 只是担心 但是现在比较赞同他这种做法 2019年 张勇荣获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最感动的 河南十大建义勇为英雄 提名奖 他是我们身边的平民英雄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孟州市国安局 经常会到 监狱为积极分子家里面 去走访慰问 学习和发扬 宣传这种不怕牺牲 伸张正义的精神 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投各类违法犯罪 做斗争的勇气 调动人民群众 参与到平安建设到工去 希望这种精神 能够在韩裕固里 梦中是很好地延续下去 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 岁月静好时 默默奉献爱和温暖 危机出现时 化身英雄挺身而出 善良和勇敢 并不是来自选择 而是本能 英雄是普通人 有一颗伟大的心 英雄藏不住的是 危急时刻的真情 见义勇为 这是普通人的中国精神 近日广西南宁 一名女子当街殴打一名 患有残疾的乞讨者 有选择 对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希望该女子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主动向乞讨男子赔礼道歉 并且赔偿损失 法律现场几个报道 诉讼服务是司法文明的体现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打造诉讼服务中心 实现多元解分和诉讼服务全面发展 让老百姓打官司 只进一个门最多跑一次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组民主的建设 高新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已经落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下面举行结盘一次 1月10号上午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正式结盘成立 升级后的诉讼服务中心 包含利安区 诉讼服务区 多元化调解室 智能化调解室 素材审判法庭 以及诉讼指挥中心 让老百姓打官司 只进一个门最多跑一次 新的诉讼服务中心设施完备 服务便捷 其中在送付大厅内 设置了8个专业调解室 在二楼设置两个智能化调解室 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加优质的调解环境 简单案件实现既来既调 据介绍2022年以来 高新法院全面加强 一站式多元解分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通过信息化建设 大力推广网上立案 网上开庭 电子送达 着力打造纸尖上的诉讼服务 通过一系列的强力措施 2022年链听共授各类案件 62206件 其中网上立案59407件 网上立案率达到95.5% 为了提高诉讼服务工作质量和效率 新升级的诉讼服务中心 原额法官从4名扩充至12名 现有住院调解员9名 特邀调解员5名 各行业协会合作调解员72名 团队人员素质提升 服务规范 已然打造出新品牌 新形象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杨先生在出差时 遇到了免费同城交友 做任务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然而当杨先生充值几十万后 却发现不能提现了 于是他赶紧报了警 说话的杨先生 在洛阳是当地一家企业的员工 因为工作原因 他经常到外地出差 按照他的说法 完全是自己因为动了心 才中了坏人设下的拳套 刚开始杨先生以为 按照对方的要求做 就能得偿所愿 但是等他注册成会员后 却被告知 要想免费交友 那可是有前提条件的 说四个小时五以后就可以 那我说咋做任务呀 他说 现在外面的卡 然后里面有下几分的 他说服务数息呀 你给押多少分 然后提交一下就行 其后说你不用 像身上不用我操作 杨先生所说的押击分 其实就是在对方提供的界面上 根据四个不同金额的选项来充值 押中自然有对应的回报 原本杨先生上网的目的 是为了网络交友 但是现在要额外充钱下注了 他的心里也犯过嘀咕 不过对方很快就打消了他的顾虑 上几分我给他钱了 昨晚以后我都没反华 投钱能得钱 你头看是不是有五百八几分 然后把钱翻给 在杨先生看来 如果对方所说属实 既能免费网络交友 还能保证他投入的本金数额 不将反生 这当然是好事 然后我按照要求细交了 再过十来分钟他说你提现 提了多少钱 五百八的先生 提到我银行卡就 如果说第一次的尝试 让杨先生觉得不可思议 紧接着按照对方的要求 他完成了第二个任务的时候 他的这种信任也在不断地加码 尤其是杨先生按照规定 完成了四个所谓的任务后 他看到自己的盈利 加起来大概有三千多元了 这时即使对方没有按照要求 给他免费介绍网友 他也觉得那没什么 正是有了前几次交易的信任 即便是跟对方素未谋面 杨先生也信以为真了 而且在之后的几天里 随着他充值钱数的不断增加 他的心理也在发生着变化 认为干什么都不如干这个来钱快了 渐渐的杨先生给对方打的钱数 将近二十万了 这已经是他的心理成熟的极限了 他决定退出 却突然发现提不了限 按说延时操作导致系统错误 跟继续打钱是两码事 但是对方此前的表现 让当时的杨先生误以为 是自己的失误 才导致最终的后果 为了能尽快地将投入的钱变现 他只好按照要求 又筹集了二十四万打给了对方 结果又是这样的 杨先生等到最后 发觉不对劲找警察的时候 他已经连续给对方充值了四十三万元 其实不只是杨先生 在那段时间 当地警方通过串并案发现 全国有河北 山东 浙江等地的 五十多位受害者 也全遭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其实识破这些骗局并不困难 难的就在追踪那些钱财上 受害者被骗的钱都是通过网络操作完成的 按理说网上转账都是有迹可循的 但是警方一查之下发现 这些被骗的钱款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难以寻找 事实上 以掌握到的情况来看 此类非接触的诈骗案件 往往都是案发一段时间后 警方通过报案人的资金流 来寻找案件突破口的 而受害者的钱 又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经过大量银行卡的拆分 转了一层又一层 仅之前杨先生的四十三万元 从最初的第一层级到第三层级 光涉案的银行卡加起来就将近两百张 过去那种电影诈骗 它犯罪手法比较单一 资金流呢 只能从受害人的卡 直接打到了这个犯罪先生 所持的染卡上 然后犯罪先生就可以把这钱取出 但随着这现在的发展 犯罪先生把这个大量收购银行卡 通过一级二级三级银行卡来 这个来回转账 让公安机关无法追查到资金的去向 警方认为 当务之急是斩断这条灰色的资金链条 这对案件的侦破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 因为现在这个电信诈骗这一块 犯罪分子可能和你就不见面不认识 它的诈骗你钱财的途径 就是通过银行卡的转账 多次转账 多个卡转账了以后 获取利益 当初在侦查时 龙门警方最先发现 杨先生被骗的资金中 有十万元的赃款 是通过辖区内 王某名下的银行卡 往下拆分的 仅从杨先生被骗 再到他报案 短短五天时间 王某的这张银行卡上 光流水资金加起来 就有上千万之多 他都是通一天 通一天开始转 通一天开始转 就打个 签 你看 签 签进要他这张卡 都不通人认 然后立马通过职务包 或者其他方式又转出去 警察 这个王某 2000年出生 死人在当地 一家商场打零工 前不久 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 他不仅新办了这张银行卡 而且还为这张卡 开通了网上银行业务 有了以上的调查结果 这个王某自然就被带到了审讯室 王某交代 让他办理银行卡的人 是他的朋友张某 当王某看到 这并不复杂的操作 就能让张某给自己三千元的酬劳 他就又局间介绍 拉上身边的另外一个朋友入伙 而这次他又从中赚取了 2500元的好处费 对于王某的供述 警方也进行过深入调查 结果发现 除王某提供的两张卡外 还有张某名下的两张卡 以及辖区内另外四个人名下的 七张银行卡 也都在涉案的资金池里出现过 而另外的这四个人 跟张某之间也都是相互认识的 用这条线路分析之后 就是说一个BG卡在我们辖区 是一个偶然 但是好几张银行卡都是我们辖区的 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了 应该是有人在里面收购了他们的银行卡 应该是一个贩民窗户 在操作这个银行卡 很快警方找到了张某 面对警察的讯问 张某深知无力反驳 他只能承认了一切 跟警方预料的一辆 这个张某在团伙当中只是负责找人收卡 他所说的那个上线韩某 则是专门组织操控这些涉案银行卡的人 警察张某口中的这个韩某 1999年出生 此人并没有固定收入 却在洛阳市的间隙区 在一处环境不错的小区内 租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你看像不像 没有吧 颜色 应该是一个人 应该就是他 就是他 嗯 就是他 我们到现场之后 他们有一个嫌疑人 开开门之后 这时候我们将他制服之后 我们冲进屋子里面 有另外三人 当时他们正在从事这个违法犯罪行为 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活动 因为我们把它电断了 手机的界面 显示就是转账失败 根据交代 受害者被骗的钱财 到了账之后 他们就会利用此前张某等人 收来的银行卡 一步步把这些钱进行拆分转移 最后这些赃款 都通过上线两某的对接 流向了境外 我们掌握了这些卡 里面大部分流水 都是超过千万的 这种虚假的网络交易 需要较为高超的网络技术支持 这就要说到那个 当时跟韩某一起落网的蔡某了 蔡某是团伙当中的技术骨干 按照他的说法 当初跟团伙当中的上线梁某 在网上结识 他仗着自己此前学到的网络技术 开始为境外的诈骗分子 提供资金流的技术保障 很快 韩某等人所说的 那个上线梁某也一道案 并且通过他的供述 警方又抓获了另外两个 跟韩某相同层级的团伙成员 这当中涉案的银行卡又有三十多张 据梁某公述 他的标哥是在境外做这个诈骗 诈骗工作 他从他标哥手里面 接过来的条线 就是阻止韩某 文某 世某 帮助他们把这些北片这些资金 通过这些银行卡 通过收集 通过电脑 专译出去 也就是把这些卡吸背 最后吸到这些 境外这些诈骗通过手里面 让警察感到意外的是 根据调查 他们查扣的这些涉案银行卡当中 有七张银行卡的资金流水 加起来竟然高达上亿元 而这七张卡的开户人 竟然都是刚刚满18周岁的在校学生 考虑到这些涉案人员身份特殊 警察并没有找上门去 而是让他们分别到公安局接受了询问 当时也就是认识一个朋友 然后跟我说就是能用用银行卡 然后还有邮盾电话卡 当时正好缺钱他也知道 这边有人收卡 就收一张银行卡给我多少多少钱 给你多少钱 用我们一千二 至于小胡为什么会出租自己的银行卡 他是这么说的 当时说实话也是 就是感觉刚上大一嘛 就感觉因为大学比较自由嘛 时间比较充裕 就不像高中那样 没有时间玩 平常就是自己就钱 拿着就是出去玩啊 走时候朋友聚聚也有 开电竞房啊 打游戏之类的 没钱 我来就额这种想法 当时我觉得自己卖的 自己的银行应该是没事 但是没养到户口会生年了 如果说小胡是因为爱玩缺钱 导致最后走向犯罪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李某 却是这样的情况 不要爱面子 有凶心 太多女朋友 想给她面前后的东西 一套钱还是两千五百万件 把这种花药总花到这上面 这些大学生当中 最让警方感到惋惜的是这个小赵 当时我也感觉 就是不好推出了 本来就是通过参加高考 进入自己的大学 可能会有个很美好的未来 但是现在就直接会面临失学 甚至还可能这以后 什么考公务员以来都会受影响 事实上 在找到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同时 警方也迅速冻结了 他们银行卡上的赃款余额 共计有七十余万元 这些钱按照比例 也许能为那些受害者抵偿一些损失 而警方对于案件当中 其他再逃的事案人员 仍在追捕之中 很多大学生刚刚踏入大学校园 没有了父母监护人的陪护 他对社会的认知可能存在偏差 对物质的追求 或者说来钱的途径太容易了 希望不劳而过 对法律的认知又不清楚 很模糊 再加上一些其他犯罪分子的诱惑 很容易触碰到法律的底线 手机看电视 就上大象新闻客户端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搜索大象新闻即可下载 正在直播的法治现场休息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现场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中原顿和法治频道 新媒体平台 明天同一时间